在五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 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 是带有诚意的 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 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 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 因为美方认为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 您怎么看 从表面上看 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 我认为五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 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 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 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 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的说 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 产权保护在改善 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 因此对中国来说 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 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 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美方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 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那么也有人说 美国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 美国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那么这种故事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地形成 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 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 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 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 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 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 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 可以削减贸易赤字 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 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 我想说的是 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 我们也能理解 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 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 就特朗普总统而言 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 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 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 他无意改变中国 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 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 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他想要的是 在短期内可持续地扩大美国出口 但这并不容易 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 据我了解 那些数字加起来 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 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 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 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 或许是两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 但现在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 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 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 无法向选民证明 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因此目前有两点 一 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话出口 二 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 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 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 例如能源 飞机 某些大宗农产品 但这并不容易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 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 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 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 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 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 很不错 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 美国在遏制中国 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 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 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 总是听到这种说法 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 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 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 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 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 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 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 2020年和2021年 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 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 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 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 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 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 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 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 他去拿别人的 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他就会遵守规矩了 但是中国是个例外 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 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 以技术换市场 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 窃取商业机密 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 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 他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 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 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 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 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情况是 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 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情况变了 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 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 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 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 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我要说的是 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 中国认为 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 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iPhone和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 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 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 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 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 要求90%的生产要在中国进行 中国要求半导体产业必须在中国 不能用其他国家的 这是对于市场的干预 如果中国干预市场 如果中国以提升自身产业为由去干预市场 那么美国也可以以阻挠中国商品为由干预市场 当然中国有发展的权利 中国不希望总是在低端半导体产业徘徊 中国想要占据高端半导体产业 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的话 美国也可以干预予以反击 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 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个目标而已 首先你们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说那只是个目标 第二如果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外宣传的东西不是认真的 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中国贸易承诺是认真的 中国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中国政府想要推出了预产香港的预产 计划定其实是中国的决定 中国有大富装的奥迹 力量想要投入技术 能量想要投入技术 地迹 人民暂时 中国国家的高下 新闻